长歌行这部剧 一直没有被找到 但是观众都是非常看好浩都的 也期待着他们两人再次见面的场景 李乐嫣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纺织作坊 可以暂时安定下来 幸好这一次在考难的途中 浩都终于找到了他 让李乐嫣不用再过颠沛流离 连饭都吃不上的日子 不过浩都虽然找到了李乐嫣 但是他却来迟了一步 那个时候的月嫣经历了体力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欢愧大哭 甚至是哭晕了过去 其实乐嫣之前经历过那么多痛苦 本身的抗压能力已经很强了 这次之所以会崩溃 主要还是因为陪伴着他一起逃难的小五去世了 大家还记得之前 通过李乐嫣荷包 后来被追到的那个小男孩吗 他叫小五 之前也是为了生活无奈偷了钱 后来李乐嫣跟小五一起逃亡 本来乐嫣就因为小五的去世而悲痛欲绝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见到了浩都 就差那么一点点小五说不定就有救了 浩都看着李乐嫣心疼的眼神 让很多网友都表示 被填到了 虽然整个剧情给人一种悲伤的感觉 但是终于见到了浩都和李乐嫣重逢的画面 观众还是非常开心 也越发期待接下来的剧情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